大家好 我是小蘭 今天就是三月份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 所以我特別邀請了我的好朋友舒涵 跟我一起上山來賞花賞衣 那我們也要非常感謝Skoda Taiwan 借我們這一台超級適合帶著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跟家人 小家庭 小兩口 一起出來輕旅行的一台生活跨界修旅冠軍 也就是Skoda的Comic 好 那我們在介紹車之前呢 我們也請舒涵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舒涵 欸 她聲音真的收得到嗎 她聲音好小聲欸 你要像我一樣有丹鐵有力 來 再來一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舒涵 好像沒有差別對不對 好 那其實我們今天我們有Jesco 大家有沒有看到 像我們的舒涵呢 就是跟Comic一樣是走這種石墨灰 對 今年非常流行的灰色系的色調 那我呢 姐姐就是心機比較重 我是走櫻花有沒有 粉紅色 這是跟我女人偷來的衣服 呵呵呵 好 那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而且出來玩的心情真的是很開心 好 那在帶大家出去賞音之前呢 也要先跟大家隆重的來介紹這一台 去年又拿到銷售冠軍的跨界小修旅 Comic 我們知道啊 Skoda Taiwan在去年真的有一個 相當亮眼的銷售表現 你知道嗎 她在台灣喔 首次創下整個品牌銷售創破萬台的一個家機 哇 已經賣超過一萬台了 以一個歐洲的進口品牌來講 這樣的成績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喔 超厲害 對 而且她其中幾個車款啊 都是拿到了這個極具裡面的冠軍 例如說已經連續五年拿到七人座SUV 銷售冠軍的Codec大宗雄 好厲害 然後呢 再來就是她的Octavia Combi 自從她的供貨 她的這個交車穩定之後 馬上隆登進口旅行車的銷售冠軍 最後就是這一台Comic 她也是至少連續兩年了 都拿到110萬內進口跨界SUV 這個極具的銷售冠軍 也就是生活羞羽的冠軍 她光是在去年就賣了1925台耶 所以就表示說真的有很多的消費者 對於這台車她不管是空間啊安全 還有動力跟各個方面的表現 都是給予高度的肯定 好 那為了要慶祝Comic 她再度拿到了年度的銷售冠軍 所以這次原廠也非常佛心的 推出了這一個冠軍版的Comic 那冠軍版的Comic 其實因為Comic它本來有分兩個規格 一個是豪華動能 一個是豪華精英 那現在冠軍版就是以這兩個車型為基礎 然後加了三大配備給你 但是加量不加價 第一個就是 全景的玻璃車頂 非常浮誇的玻璃車頂 可以讓你在車內可以看星星啊 然後你的整個車內的氛圍也會更舒服 再來就是正駕駛座 它還加了電動調整的功能 這個開車的人就會很有感 以後正駕它就不用用手動 可以用電動了 再來就是在外觀上 它還搭載了這一款 它專屬的以黑色為主的雙色鋁圈 所以會讓你看起來更有個性 不管你是搭配它的白色 藍色 黑色 還是今天的這個石墨灰 你搭了黑框之後 其實看起來就會特別酷 特別適合年輕人 然後你知道嗎 這個總價值是10萬元 但是原廠現在為了要慶祝 它拿到冠軍要回饋給消費者 加量不加價 一樣維持跟去年的價格 然後限量提供給消費者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這一集 你們家是喜歡這種玻璃車頂的話 或是你們家的小小孩啊 小小孩特別都會喜歡這種玻璃車頂 或是天窗 因為它們就可以看星星看天空 它在車上就不會覺得無聊 它會覺得很特別 你喜歡嗎 我小時候最喜歡這種 小時候最喜歡 所以現在應該還是喜歡 因為現在還是小時候是不是 所以呢你看很多女生啊 或者是小朋友 都會喜歡這種玻璃車頂 而且其實如果你以進口品牌來講啊 你之前如果要選配一個天窗 或是這種旋景的玻璃車頂 其實價格都很高 所以我覺得它們這一次真的是 非常的有誠意 好那像蘇寒它其實是有駕照 只是說比較少開車對不對 對 那你自己的話 你在選擇車子的時候啊 你會有什麼樣的條件 我會比較希望就是 車內的空間是比較大 因為我個人比較高嘛 如果就是前面開車的時候 會太小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感覺 愛手 憋憋的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像我平常出去工作的時候 都會帶蠻多就是要換的衣服啊 什麼之類的 如果拖著行李箱去搭捷運 會覺得很麻煩 所以如果有個就是後座 後背向空間大的車子的話 我會覺得很方便 喔 那車子的大小呢 你會想要買大車還是小車 我會比較想要小車 因為我對我自己停車技術沒有信心 所以我會希望就是車子是比較小台 這樣子就是停車也比較方便 就是比較好停 好 所以也就是說 你是一個貪心的人 你又要他車子小好停車 你又要他車內大空間 不管是你的乘坐空間 開車空間 或者是行李箱都要大對不對 對對對 那今天這一台 就是完全符合你的條件了 因為呢你知道嗎 像Comic 他會在同級巨賣這麼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的車廠 只有4241mm 也就是他是屬於4米2這種 中小型跨界修鋁的級距 可是他的車內空間超級好 因為他的軸距是2651mm 雖然這個數字你可能比較陌生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你 像有一些中型修鋁 例如說上一個世代的中型修鋁 他們的這個軸距也差不多 都是在2米6多耶 也就是說他用一個小尺寸的車身 可是裡面盡量創造出一個大的乘坐空間 然後像我們剛剛有實測喔 我們的攝影身高是180 然後我開車對不對 我開車我是169公分 後面坐一個180的 你知道他的西部空間還有一個多拳頭 所以基本上呢 這就是很多的家庭去試坐之後 甚至你放安全座椅啊 放在後面 爸爸比較高後面放安全座椅 那個空間都是夠的 至於他的後備箱呢 他的容積是400公升 在這個極具裡面算是表現是中上的 然後你聽到這個數字 可能會想說 算大可是沒有到非常大 但是我告訴你 他真的超能裝的 因為今天我們帶了很多東西 我們等一下還要去野餐 這個待會我們到野餐地點的時候 再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魔術後備箱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帶舒涵 還有跟觀眾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複習一下 這台Comic它的一些重點好不好 好首先你看到他的車頭 這個叫做水箱護照 你看他是這種直撲式黑色水箱護照 你知道跟誰最像嗎 跟B&W 非常重視運動操控性能的 B&W也是做這種直撲式水箱護照的設計 所以他看起來就是特別的霸氣 然後分離式的頭燈 這個呢 Shkota他們家是最先採用 分離式頭燈的車廠之一 那上面的話就是 你看這種造型很像一顆一顆水晶的 這是他的一個日行燈 然後他前後都是那種流水式 序列式的方向燈 就是他方向燈亮的時候 他不是直接四個一起亮 他是會 然後底下的話是他的LED的頭燈 而且像他的燈啊 有支援動態幾何光束的LED頭燈 然後他還有角落的轉向輔助照明 像我昨天晚上就已經拿到車啊 我晚上在開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重視頭燈照明的人 因為我的視力比較沒那麼好 晚上開車會比較吃力 可是我就發現說他們家的燈啊 真的晚上的照明度都很棒 那我相信很多消費者 其實他們去試車的時候 可能都是白天 對 比較試不到燈 但是其實頭燈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其實他在燈距的部分 你就可以感受到 第一個前後都有序列式的這種 像流水式的方向燈 這個就是有展現出他的高級感 然後頭燈的照明 他的這個LED的照明度也非常好 所以這些都是其實他暗藏在裡面的價值 所以大家下次去試車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頭燈的部分 好另外就是他還有頭燈的清洗裝置 然後呢前後都有停車雷啦 所以你停車的時候就可以很放心 適合我 對好那我們現在來車測看一下 然後你看到車測你就會發現說 你看他的車長4241mm 其實真的算是中小型的這種尺寸喔 所以他不但好停車 我們剛在市區在巷子裡面 或者是像剛剛開上來山路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不管是會車或是停車迴轉 真的都很方便很輕鬆 因為比較小台嘛 比較小台你停車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有壓力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的一個專屬的17吋的這個雙色的鋁圈 他是黑色為主 所以黑色其實就是很好把對比色襯托出來 所以配任何種車色其實都會非常的漂亮 然後再來你看上面 上面也有一個黑色的行李箱架 然後你知道這個行李箱架 最大的用處是什麼嗎 就是它其實上面可以人家講背書包 就是你可以再去買一個置物盒 然後呢你如果比如說你去露營啊 或者是去郊遊 你真的要帶很多東西 你車子裡面如果真的不夠裝的時候 你上面還可以再變成一個行李箱 所以這樣的話就可以再提高 它的一個裝載的能力 然後你看冠軍版連這個都是黑色喔 就是配它的框 所以看起來就是非常有個性化 然後功能性也很好 然後兩個前門都有keyless keyless的話就是你上車的時候 只要你身上有鑰匙 手放進去拉一下它就直接打開 喔好正能喔 不用再把就是鑰匙拿出來 好然後再來就是你看它的車身高度 只有大概1米55左右 1米55幾乎所有的停車場 所有的停車格機械車位 你都停的進去了 所以是不是它就是非常方便好停車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空間的部分 我請舒寒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欸等一下 舒寒先跟大家講一下你身高多高 172 172公分啊各位 我裡面都還偷家鞋墊的都沒有它高 然後我這樣有了我報紙比較高 那170公分 那我身高是169公分 前面是我的駕駛桌子 後面我們請舒寒來做一下 登登 喔 這真的是我的駕駛座姿喔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腿部的空間 因為呢它這邊還有做內凹 而且你看它整個椅背喔 都是這種軟質的材質 如果真的哪一天 假設就算是會頂到的話 也不會不舒服對不對 然後你看現在看一下你的腿部 還有多少個拳頭 欸腳還可以往前伸欸 對啊 你看你穿這個鞋子也算底有點厚 還是可以往前伸 接近三個拳頭 接近三個拳頭 哇賽 對 這真的是 有沒有這個膝部空間 這個真的不是騙人的 不幸的話你去展尖 試做一下 就像我們剛剛 我說我們攝影180公分 它剛剛是坐這個位置 它都還有一個多拳頭 好那頭部空間呢 超寬 超寬的是不是 對對對 大概是一個機罐的高度嗎 就一個手掌 我的手掌的高度 這樣子的手掌 不是這樣的手掌 是這樣子OK 真的是像機罐 大家都是用拳頭 如果是拳頭大概是幾個拳頭 差不多 一個拳頭又三指嗎 我們舒安真的很可愛 因為他真的平常沒有在試坐車 他剛剛是這樣 拳頭這樣 拳頭 就是三指 這樣子啊 你可以用這樣用指頭 大概是多 還有空間欸 還有空間喔 所以頭部空間 大概有一個 至少一個多拳頭對不對 對 可以塞五次 這樣子喔 一個拳頭又四指 對差不多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今天是小家庭好了 你後面是兩個小朋友的話 這樣子的空間 真的是綽綽有餘 對不對 然後你看他後座 還有冷氣出風口啊 然後還有兩個 Type C的插座 所以後座的兩個乘客 如果他真的要幫手機充電 都沒有問題 然後 像這個極具的跨界小兄弟 很多他後面就是 可能就沒有中央扶手了 來舒寒 看一下你的右手邊 中央扶手把它打下來 給大家看一下 哇 有沒有 他有中央扶手 然後他還有兩個杯架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他除了中間兩個杯架 你看車門也有杯架 所以你可以飲料放中間啊 這邊還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好 然後再來舒安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這一次的 超級重點就是 玻璃車頂 玻璃車頂 玻璃車頂對不對 你喜歡嗎 超級喜歡 而且你看他已經完完全全的 到你頭的後面這裡了對不對 嗯 就是他的整個面積真的非常大 然後通透性就會很好 我覺得這種真的是很舒服 很好的一個配備 當然如果你怕熱的話 就是記得去幫他貼個隔熱紙 其實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那他這個椅墊的長度啊 還有他椅背的角度 你覺得怎麼樣呢 很舒服 就是感覺非常貼合我的身體 貼合你的身體是不是 對對對 那長度夠嗎 長度你覺得有撐到你的大腿嗎 有有有 然後腳還可以往前伸 對 第一次看到空間超大的 這邊空間超大的 對啊 其實還可以再放個餐桌之內 是不是 可以可以 好終於到我們今天要野餐的地方了 登登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後面還有櫻花白色的花 地上也有花 超級舒服的 然後我現在讓舒涵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這一台Comic它有多能裝 先欣賞一下 你看這個是它的一個平行式的尾燈 然後亮起來其實辨識度還蠻高 而且你看啊 它這個燈具裡面都有一個一個有沒有 很像那種水晶切割的感覺 因為呢 SKODA他們是捷克的品牌 然後捷克就是以水晶出名 所以整台車的線條啊 燈具裡面的紋路 前面的大燈造型啊 日行車的造型啊等等 其實都有水晶切割的那一種韻味在裡面 好 對那我們現在喔 我跟妳講這台車它還有電動尾門 然後妳這個電動尾門呢 雖然說它沒有支援體感 可是妳知道它一樣可以用遙控打開 就是妳可以 如果妳有遙控器妳長壓 那它尾門就會開 那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登登 其實還沒有全滿耶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是三個人 就是我跟蘇寒還有攝影師 然後就是我們今天要吃的東西 野餐的桌椅還有攝影師 他的大箱小箱的攝影工具 好那我們現在就一個一個把它放下來 我會用快動作 讓大家看有多少東西 開始 各位是不是很能抓 而且呢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像這個啊它裡面有飲料 然後妳放著可能怕它開山路會倒啊 然後這時候它有掛勾有沒有 掛勾勾著 超方便 對啊然後掛勾像這個裡面 它裡面這裡還有一個掛勾 它總共有四個掛勾 所以妳可以這邊也把它勾起來 小胖有沒有 這可以勾起來是很棒 對超方便 然後啊它除了這樣很好裝以外 如果妳要車速的話它也可以打平 打平之後它可以擴充到1300多公升 不管妳是要車速或是載很多大型的物品 打平之後它也是很平整的 好我們要開始來佈置我們今天野餐的場地囉 好我們終於setting好了 是不是看起來也是很優勢很素晰呢 對不對 來我們要開動囉 我們今天有麥當勞大餐 還有六塊雞腿漢堡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零食飲料 太舒服了 還有陽光 太享受了 然後啊我發現一個好處是 如果妳的桌子 像我剛剛發現我的桌子有點小 這時候其實妳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這個 因為就妳車這種高度啊 如果你真的把它拿來當桌子 或者是坐在這邊 或者是妳怕曬 然後妳可以坐在這邊 這邊的話還有個遮陽 然後這樣子其實也很舒服 好接下來就要帶舒涵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看看這一台冠軍版的comic 它的一些內裝的重點設計 還有重點的配備 首先第一個 其實我還蠻喜歡它前面這個有沒有 它這一個有點像淡淡的 對 法絲紋有點像金色 其實原廠是說它是類目文式版 但是它又不像木頭就是顏色那麼的平實 它又有點帶有亮光的感覺 所以其實你看它在搭配這些鍍鉻啊 細部的地方有一些鍍鉻 就覺得它上半部看起來質感還蠻好的 那雖然說它的下半部就是以黑色的塑料為主 但是就是妳在整個視覺上 妳平常看得到的地方 好上面這塊這邊也都是軟的 我覺得它整個看起來的配色 還有這種鍍鉻帶點亮亮的感覺 其實看起來是很舒服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像在車內最重要的兩個螢幕 一個是妳的儀表板 那它這個是10.25寸的數位儀表 而且它這個數位儀表有一個好處是 它可以變換五種風格 比如說妳選定妳喜歡的風格之後 然後妳還可以從車輛設定裡面呢 去調整選擇妳想要它顯示的資訊 比如說像我喜歡這個雙環型的風格 然後我就可以點進去車輛裡面的虛擬駕駛艙 然後我這邊就可以去選擇說 我左邊的圓圈圈裡面我想要它顯示什麼 比如說妳要顯示駕駛輔助啊 還是妳要顯示油耗油量啊音訊等等 然後右邊也可以去做選擇 有沒有所以它不但可以讓妳去選妳喜歡的風格 還可以去選妳想要看到的資訊 就不會說整個儀表裡面全部密密麻麻 然後有一些資訊根本妳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個人化的儀表 這有把數位儀表的優勢發揮到最好 然後你看它的色澤啊顯示度解析度其實也都很棒 然後再來是這個三幅式的真皮方向盤 其實一般這種中小型的跨界小修旅啊 方向盤可能都不會做得那麼漂亮 但是你看它做這種就是飛縮滾輪有沒有 然後這邊可以旋渠啊 然後這個又是真皮的上面又有透氣孔 然後我覺得它粗細也很剛好 女生來握的話也不會覺得太粗或太細 這個方向盤我個人是還蠻喜歡 然後上面又有很多的鍍梗 這也是有這種BlingBling的感覺 很細緻的感覺 對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8寸的中控螢幕 雖然說它的螢幕的面積沒有很大 但是其實因為它的邊框你看這邊 做得很寬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遠看的時候會覺得還蠻大的 只是說中間它的顯示區塊大概是8寸 然後呢它好處是你看它有一些圖示 所以呢你就算字看不懂也看得懂圖吧 是不是 好然後你看它像它就有很多功能啊 收音機電話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都可以做連結 然後媒體啊駕駛補助音訊空調 它的空調有一點最棒的就是它有AirCare 你知道AirCare是什麼嗎 AirCare基本上就是它可以過濾一些過敏原 然後去淨化空氣 譬如說像我們來看花 那有些人其實它有可能花粉症 對這時候其實就可以把AirCare打開 然後它就會讓你就是控制你整個車內的濕度 然後跟控制過濾這些過敏原 所以像我自己的Super Combi上面也有這個功能 我常常就會把它打開 好然後呢它還有什麼呢 你看像音訊來講的話它有8顆喇叭 這麼小的車也很少會配到8顆喇叭 通常都是6顆 然後駕駛補助的部分你看它的安全配備很齊全 像剛剛我一開始的時候不是有講說 它是就是在110萬內的進口跨界CUV 然後它是已經連續幾年的銷售冠軍了 最主要一個最大的原因 除了它的 除了它是同級距裡面 車內車室空間最大的以外 再來就是因為它的安全性非常好 你知道它這麼小台的一台車 它全車有9顆氣囊 就是比如說你的雙前座啊 還有後面的頭部啊跟側邊 甚至是駕駛的西部這一些都有氣囊 總共有9顆 然後再來就是像它的這個車身剛性也很棒 它全車有28%的這種高強度的熱沖壓的鋼材 它這個就是萬一真的不幸發生碰撞的時候 那可能車子比較不會有嚴重的變形 或是說比較嚴重的擠壓 那就可以保護到車內的乘客 所以你看像它在EURO NCAP就是它之前國外有那種專業的測試機構 它的撞擊測試是五星 就是最高的平等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很多小家庭啊 然後很多人會選它的原因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現在大家在開車的時候都很喜歡用Level 2 就是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那智慧駕駛輔助系統呢 它就有像是比如說全速域的自動跟車 然後車道至終 那它這個功能啊 我今天在開高速公路的時候我有用 它其實開起來的時候真的它的自動效果也很不錯 然後它還有多段的車距可以去做調整 你要跟近一點跟遠一點都可以 然後它有盲點偵測 所以它比如說後方的70公尺內 它都可以偵測的到 所以你變換車道也可能很放心 如果它盲點在閃的時候就表示旁邊有車 然後呢像倒車的時候也會有後方的交通警示 所以這些都是它我覺得很完善的一些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然後重點就是你還可以從這裡面去做一些設定 比如說你看像這個是車道輔助 你要不要啟用車道輔助的功能 然後甚至它要不要有震動 這個都可以去做調整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盲點警示 有沒有警告燈的強度都可以調 你要警告燈的強度再強烈一點 還是小一點不要那麼刺眼 都可以去做你喜歡的設定 自動緊急煞車輔助系統這個非常重要 比如說你現在在開車然後你可能有點分心 或者說突然有小朋友或是側向的腳踏車衝出來 那在它可以做動的速限範圍內 它都可以偵測的到 那這個當然就是多一個好處 等於有人 你可能分心就有人幫你趕快踩煞車 那個意思 所以那當然這個我會建議大家一定要啟用這個功能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連ACC 就是全速域的自動跟車 它都有四種模式可以選擇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自動跟車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模式可以選擇 比如說它跟車可能就是都跟得太狠緩了 那可能就會一直有車子跑進來 你就會覺得一直被打斷的感覺 那你希望車子跟快一點 你就可以調到運動 那你希望車子在ACC自動跟車的時候 也可以達到很省油的狀態 你可以選節能 或者是你覺得就一般就好了 但還有一般還有舒適 所以那是不是很貼心 就是它不但有這些系統 然後作動起來 它還可以按照你的習慣跟喜好去做調整 很棒對不對 超棒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它會賣這麼好的原因 然後連距離這些都可以去做設定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買車 我們女生買車 就算我們不是很懂車 可是我們一定要了解你的車 它有哪一些安全 跟安全有關的防護 這樣的話 對我們開車的時候會更安全 好然後其實在車輛設定裡面 它就還有像燈光啊 後照鏡啊 還有很多東西其實可以去做設定的 好那看完這個螢幕之後呢 我們可以往下看 你看它有雙區的恆溫空調 就是你看你現在你喜歡的溫度 跟我想要的溫度不一樣 就我們各自一個怕冷一個怕熱 就可以自己去設定 然後最重要的是 如果寒流來的時候 女生都會超愛的 就是它有電動加熱座椅 你看喔 像比如說我按下去之後 它有兩段的熱度可以調整 像我們今天都是穿短褲 那我們打開之後 等一下你就會覺得 哇整個大腿都熱起來了 那結果冬天的時候就很舒服 那再來就是它還有很重要的是 倒車鞋影給你看一下 登登 有沒有它有一個倒車鞋影 就是你打倒檔 它就會出現 雖然說畫質不是特別好 可是至少是看得清楚 對不對 然後它這邊還有幫你再多一個警示 它會搭配它前後的停車雷達 然後你看它還有很多種的這個 可以去做切換 很多種角度有沒有 你可以去 有沒有 它這邊還告訴你這邊有車 它還把它框起來 有沒有 它這個就是很多種模式喔 然後你看 我移動給你看 我移動的時候你看它的線 還會跟著調整 有沒有 它會有黃色綠色啊這些 然後來讓你知道說 你現在車子會移動到哪裡 那如果你在停車的時候 配合這個輔助線就會更清楚 好你看底下還有手機無線充電 而且它這個手機無線充電啊 你看像我這個大的S24 放進去都是剛好的 然後它做兩個溝槽 因為有的手機無線充電 你放進去之後 結果你開山路它就會亂滑動 它這個就不會有沒有 它固定的超好 因為就剛剛好這麼大 那雖然它這個是傳統手刹車 跟傳統排檔 有的人會覺得比較可惜 不過至少它的材質都很好 像它這個都是真皮的 那它還有一些很貼心的小地方 例如這裡 這個有這個卡夾 比如說你要放那個悠遊卡 或是一些停車卡 你就可以放在這裡 還有一些人是要進出社區 進出社區有那個感應的 它也可以放在這邊 就很方便有沒有很貼心 就一個小東西 就讓你覺得好貼心 然後它的置物空間 這邊有兩個杯架 雖然沒有很大 可是你看我們剛剛的這個 麥當勞的飲料 都是可以放進去沒有問題 然後它的服務手還可以這樣 就是我們可以往前 那手就可以放的 手就一定都會靠到 然後你知道嗎 如果你今天是買 就是比較小瓶的那種礦泉水 那你甚至是可以直接這樣放著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轉它的瓶蓋 很貼心對不對 對它這裡 這個中間這個孔的設計 就是為了這個功用 那才不是說 你又要開車 然後你手就要放開 在那邊轉瓶蓋 對 你就只要這樣壓著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轉開 然後像我們女生 不是很喜歡放一些小東西 你看 除了前面有手套箱 兩邊有大的這個杯架 而且你可以手往後摸 它的那個置物箱後面都還有耶 空間好大 其實 這裡往後伸都還有喔 然後它這邊 你看我駕駛座下方 這邊還有一個置物空間 就可以讓你放一些小東西 以外 再來我要給你看一個 就是你車門打開之後 你看我可以變出一隻雨傘 因為它那邊有做一個雨傘孔 好酷喔 對啊 就現在的車子幾乎沒有這個配備 然後它可以放一隻雨傘在這裡 所以你下雨天的時候 如果真的下雨有沒有 打開車門 雨傘抽出來 你就不會淋雨了 對啊 那邊有個放雨傘的超好的 然後呢 最後一個重點就是它的椅子 像它的椅子 它是這種真皮 然後搭配這種擠皮的材質 而且它中間還有透氣孔 所以好處就是 像這種橘皮材質 它會有防滑的功能 像我們剛剛開山路上來 你人就比較不會滑來滑去 然後這個孔的好處就是 它比較透氣 所以夏天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悶熱 然後其實像副駕 雖然是手動調整 可是它除了可以調高低 椅背的角度以外 它還有手動腰靠功能 有 有沒有 有 是不是腰就有被撐起來了 對 好酷喔 對啊 通常這種級距的小車 很少可以給你 可以調腰靠 但是它可以 嗯 所以副駕雖然沒有電動調整 可是它其實 座椅的機能性是很強的 然後我這一張呢 就是他們這次冠軍版 你看多了這個 電動調整座椅 就是不管你要 調躺一點起來啊 然後我覺得它好處是 你看它椅墊 我可以單獨只有調前面 把大腿撐起來 我也可以只調後面 就是它椅墊前後 還可以分開做調整 你看像我現在是調後面 有沒有 所以它還有電動座椅 然後這個超大的玻璃車頂 我覺得它這次加的這三樣配備 都是我很喜歡 我覺得很實用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去繼續走一走 好不容易剛好來到陽明山 然後又沒有下雨 天氣又這麼好 我們就開這台車 順便一邊兜風 然後一邊看看路上還有什麼花 好不好 走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也來分享一下 這一台冠軍版Comic的一個試駕心得 那像我們前面有跟大家說到就是說 基本上呢 它是用原本的就是豪華精英版 跟豪華動能版這兩個版本 然後來做升級 就是我們今天開的這個冠軍版 它的這個動力配置是有1.0升 三缸溫輪增壓引擎的版本 還有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個是1.5升的 四缸的溫輪增壓引擎 那以1.0升的這個動力來說呢 它的最大馬力是110匹 最大扭力的話有到20.4公斤米 雖然說它的馬力不大 可是關鍵是它的扭力 基本上呢已經等同於以往1.8升自然進氣 或是2.0升自然進氣的扭力了 所以如果是一般的小家庭啊 就是說你不常載重 又或者是你對於動力的需求 比較小的這一種消費者啊 基本上你也可以選1.0升的這個動力版本 因為它的稅金又更省了 然後車價呢也會再更優惠一些 那我們今天開的這一台車呢 它是1.5升的溫輪增壓引擎 它可輸出最大的馬力是150匹 最大的扭力是25.5公斤米 而且搭配的是7速的雙離合器自首排的變速箱 好那我們也講幾個數字讓大家參考 像它0到100的數據呢是8.3秒 所以因為它是一台4米2的小車 然後它這個25.5公斤米的扭力其實是非常足夠的 你看我們現在車上是三個人喔 來我們的攝影師跟大家打個招呼 噔噔 那像我們攝影師差不多200公斤左右 哈哈哈哈 沒有啦沒有啦它是算比較瘦的體型 但是等於就是三個成年人嘛 所以基本上你看像我們這樣車上三個人喔 然後又載了一些東西其實還算蠻重的 但是呢我油門都只要一點點提速就很輕鬆 所以你診斷開山路的行路品質是很好的 就是你的這個變速箱跟引擎 它都是處於一個低轉速就可以很夠力的狀態 然後再來就是COMIC這台車啊 我其實開很多遍我覺得它的底盤設定就是真的 比較偏那種歐洲的運動化的這種小型的跨界修律 就是它在經過坑洞啊還有在轉向的時候 其實它的側頸量都不會那麼大 像一般這種極具的跨界小車大部分都是舒適 然後再偏軟一點點 但是它是舒適再偏多一點運動性 它開起來的話不管是在壓過坑洞 或者是你在比較大力在轉彎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它的懸吊的設定是很棒的 然後你看像我們現在這樣 稍微在這個山路上開一下 然後它的提速它變速箱的反應也很好 雖然說它沒有換檔撥片 但是它的變速箱的邏輯其實還蠻聰明的 像我剛剛就有觀察到比如說 你現在的這個坡度比較陡 那它自己就會幫你降一檔 讓你可以有更好的力道往上爬 所以就算你沒有撥片呢 它還是可以有一個很順暢的輸出曲線 只是說呢 如果你像現在這樣子 你是走到一個連續下撥 你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檔差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你的這個排檔 往右一切就可以進入手排模式 像我現在進入手排模式 那它的手排模式的話 往前是進檔 然後往後是退檔 比如說像你在比較陡的彎的時候 你就可以往後 有沒有你看像我現在退 退到二檔對不對 然後升檔 三檔 有沒有其實它這個 我覺得它懸吊其實還蠻棒的 再加上它的這個軸距啊 還有整個就是迴轉半徑也不大 所以開起來有沒有很靈巧耶 在這種山路 有沒有開起來就是非常的靈巧 有沒有退檔了 那這時候你就有更多的煞車的力道 其實我覺得這台車 它的均衡性真的很好 就是說以動力來講 那像一般搭載這一種類型動力的跨界小修女呢 他們可能在比如說真的載比較多人 或是比較重的時候 在動力上就會稍微顯得比較弱一點 可是這台車就完全不會 然後除了動力足夠以外 它還有很棒的一點是 你看像它1.5T的這個版本 它每公升的平均油耗可以來到17.6公里耶 這樣子的油耗輸出啊 也沒有搭配油電的這一種引擎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算是非常的節能了 除非就是那種油電的 輕油電的 才有可能油耗比它好 不然的話其實它的這個 油耗已經算表現非常出色了 好你看像這邊 現在有一段上坡有沒有 你看它自己就是會幫你降檔 然後升檔 是不是感覺很輕鬆 對啊就是輕輕鬆鬆的 然後它這種跨界小休旅 視野又好 就是它的車高 雖然還是可以停進去所有的停車場 但是你看它這種跨界休旅的著作點好處 就是你看我這樣在山路上 我要看到旁邊的水溝啊 要看到旁邊的這種小柱子啊 都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你可以坐高一點然後看得更清楚 所以你看啊不管是睡晶啊油耗啊 空間安全性然後配備也都很齊全 就難怪它可以連續幾年都賣得這麼好 對不對 心動了嗎 超心動 超心動就是 感覺很適合我那種開車小白 很適合 為什麼很適合開車小白 我聽它 我剛剛聽到前面它那個駕駛輔助 就覺得喔好適合我 對啊這種駕駛輔助就是 它可以減輕你的疲勞 雖然說我們在用這個補助系統的時候 自己還是要專心在路況上 但是它真的是可以減輕不要 尤其說 像我們現在駕駛輔助 常常出去玩都遇到塞車 對 那你遇到塞車的時候 用這一些智慧駕駛輔助系統呢 就真的可以讓你 人比較不會那麼的 勞累的感覺 對 每次啊只要開到Comic這台車啊 你真的就可以完全感受到說 為什麼它會是這種所謂生活休旅 也就是110萬內的這種進口的 跨界CV的長年的銷售冠軍 因為你看它除了有同級當中 軸距最長的車式空間以外 再來就是它有同級唯一的9氣囊 然後再加上Euro NCAP 五星的一個高安全性 還有它的渦輪動力 出色的油耗 還有這種歐系偏運動化的一個操控 以及它的這一些 不管是科技或舒適性的配備 整體來說我覺得 它就是一台均衡性很好的車 雖然說它當然也會有一些小缺點 譬如說它可能內裝的世代不是最新的 你看它還是傳統的手煞車啊 然後傳統的排檔 但是除了這一些以外 其實它各方面的表現真的都很出色 那我覺得其實買車不可能買到一台 十全十美超級完美的車 就是看你在意的點是什麼 然後尤其是它這一次這個冠軍版 你看它加了總價值10萬的這三大配備 全景的玻璃車頂啊 還有電動座椅啊 還有這個17吋這麼漂亮的鋁圈 然後竟然沒有加價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們真是很有誠意耶 就是對不對 通常人家新年式都是會 加一點配備然後就稍微調價錢 結果它竟然加了三大配備 然後還沒加價 只是說呢它這個冠軍版 目前原廠是說是限量工藝 所以如果想要冠軍版的咖啡的話 咖啡要比較快的 對不對 來咖啡比較快的 要怎麼表示 來咖啡比較快的 好然後最後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身為许高達的車主 我覺得他們家還有個很棒的地方就是 你只要買许高達的車 當然也包含 今天的這台冠軍版的咖啡 你就可以享有四年不限里程的保固 還有四年送你三次保養 還有四年免費道路救援 所以這個真的也會讓你很有感 就是像我之前養我的黑武士 這樣這三年來幾乎都沒有花到錢 超棒的 也謝謝她今天跟我一起來賞櫻花 然後我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 漂亮的花 漂亮的comic 還有漂亮的舒寒 我是小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